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收看本期大帅观战 这次我们来观战的是卡梦的前锋,对阵的是东旋的雕刻夹 这边还有个小铁,哎呦,小铁,卡梦,妹克,卡哥 这个配置啊,反正就是五个职业选手的大混战 来自于三支顶级战队,上来第一个人卡哥,追不追 卡哥说追我,你可能有点难哦 交一个护币,这边板子下掉,东旋这边你看雕像都不舍得交的那种 就是,哎,卡哥这边挨了一刀,交了一个护币 但是追的话还会再追吗,应该是要准备传送了吧 硬追,觉得你已经交了两个护币了,我这边可以尝试一下 但先知有鸟,我觉得佣兵这边护币交,可以交三个 但是最后一个还是留一手吧,因为如果说真的是雕刻夹抓了一个佣兵啊 这边,这个佣兵挂上了穷者不救,雕刻夹是赢不了的 感觉上是赢不了的,哎呦,卡哥这边四个护币全交 那四个护币全交,后续可能溜不动 要不然的话,本来可以,那这个,这佣兵上挂了 如果穷者这边节奏差的话,可以不要了,这佣兵可以不要了 先知的鸟,甚至都可以不给 打一刀,嗯,拉走吧,不要吃伤害 不要给他更多的存在感 佣兵可以不要,这佣兵可以,真的可以不要 再打一刀,那三刀存在感 祭司电击是修了70%,穿洞走 先知70%,前锋这边电击可能少一点 先知有鸟,祭司有大洞 哎,过来干扰一手祭司,祭司这边穿洞走 哎,再出来,哎,我出来了,我又进去了 前锋这边要选择一波撞救 看,把人挂上了 没有选择撞救,没有选择撞救,等一等 通缉倒是个祭司,看东旋这边 穿过去,跟,那拉球过来,一波无伤救人 呃,雕像想夹一手,先躲掉,好,这边拉走 这波救人非常的舒服,一波无伤 妹克和这边卡莫的前锋的一个交流 应该是在交流的,就是,别给机会 当然也不一定,有可能,对吧 这个小铁跟那个卡莫开黑的 这个,我这边暂时不好判断 觉得傭兵走了,在船上面不好抓 过来找祭司,嗯,东旋这边的一个思路很简单 就是,无论如何先开二阶,无论如何先开二阶 开了二阶以后游戏才开始 这也是东旋的一个雕刻家跟其他雕刻家 非常不同的一个点,他不追求一个单一的节奏 呃,我觉得这个思路是之前 就是他那个斗舞在跟ZQ打的时候 东旋一把非常非常的好的节奏 在那个,有名正的一把好节奏 然后被穷者硬生生的卖掉宝瓶 然后从此以后,东旋这边就开始了他的一个 新型雕刻家之旅啊 就是先开二阶,开完二阶以后游戏才开始 那给到穷者这边的压力就很大了 因为到了二阶以后没有人能溜得动的 而且他的一个象形分场是非常非常远距离 可以远程秒杀的 这边有没有能找到,能找到吗 找到的话这边佣兵可能走不了啊 这里是先是被挡住了 但是距离上面还是慢慢的在拉近 前面这个位置,两列雕像可以打一段伤害 一段伤害打上 还差一段伤害,二挂的佣兵 先知的鸟可能要给了,先知的鸟可能要给了 这里 有没有我需要帮助 博,博,鸟给上 哎呀,但是这边的雕像破鸟 那从这里的一个给鸟来看的话 应该是魅克跟卡梦的开黑 然后先知这边小铁跟那个喀哥的佣兵开黑的 前锋还能救一波,前锋这边还能救一波 这里祭司穿洞走 前锋,直接拉球过去救吗 电机还差一台,还差一台 这边挨一刀,挨一刀的话 拉球,过来,直接把人救下来 救,救下来,帮帮扛 前锋还有一小段球,还有小段球 捕捉,漂亮 哇,这把卡梦的前锋的一个抓人时机太好了 这里过来秒人 东旋这边可以拖,拖出传送 然后祭司这边是一个依挂 而且倒在了遗产机 但是佣兵可以被摸好 摸好了以后佣兵手上一个薄命可以救人 先知的话,这里电机差了不多 现在的话就看 摸的是前锋 让前锋救人 佣兵觉得自己上挂飞就不救了 然后你这边是在传送已经交过了 哪怕你用雕像把我给灭了 你也挂不了 那边电机一点还是一个穷着 四人在场的一个开门战 东旋这边的话我觉得无论如何 祭司你们救不救得下来都没有关系 我这边先把这个电机给拖了吧 先把这个电机给拖到 他至少拖到传送好才行 那边祭司过半 祭司过半该救救啊 该救救,随便你救 想怎么救怎么救了 我这边先秒人 守住电机 传送拖出来了以后再来打呗 如果说能够把这个祭司给秒了 那当然是最好 直接过去把这个祭司给挂飞 如果秒不掉 慢慢来 打后续 传送好了以后再跟你们打一个优兵上挂飞 一个祭司上挂飞 然后外面现在血线很残啊 除了前锋 我感觉前锋可能要偷偷的过来补电机了 待会儿 这里将 先知也打残 祭司这边再摸 好 我觉得穷者这边的一个摸祭司这个动作还是很必要的 因为这祭司上挂飞 佣兵的话又离得比较远嘛 你这样把这佣兵秒了 其实问题也不是特别大 他挂不了人的 外之位这边重新补血啊 东旋希望的就是穷者来赶紧来开电机 因为来开电机他就有机会 不来开电机 求人者摸血摸道具 那这边是最难受的 佣兵也摸了一瓶香水 然后把佣兵也摸好 局势不容乐观 局势不容乐观 看什么时候外面重启电机了 就看外面的电机一定会重启一台的 如果说能够选择的话 我觉得上帝上来看修二楼的电机 应该是就大船二楼的电机是最好的了 海滩边的比较危险一点 这边看见前锋 前锋抱着点 在我附近 消水一放 拉开 拉开 哎呦震慑了 我天 那佣兵要砍过来救人了 祭司重启一台 向心分场先看 先知快走 电机压好了 趁此机会 虽然说吃了个震慑 但是电机好了 电机好了 看谁救了 佣兵救 还是佣兵救 佣兵最慈慈 佣兵这个身板比较慈慈慈慈慈 这个普通话还是可以的啊 看吧 向心分场能不能把这先知电机先给逼开 来不及了 来不及的话 还是一个多人在哪 开门站 香水浇掉 把人捞 哎呦震慑 香水回 救下来 这里怎么说 打 打佣兵 这里跟佣兵了 因为佣兵这边有香水的 所以吃震慑 这香水是会比掉的 但是这边的一轮伤害 还是把佣兵给击倒了 看这边电机 电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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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速 哎呦刚好没打到 两连雕像 秒 上关飞的佣兵 没打到 那这局难了 这局难了 这局我觉得应该不会给到上次那种 对吧 私人在场 还能够完成一个 四杀的局 因为这刀没打着 如果这刀打在佣兵上 把佣兵给挂飞了 我觉得东旋能翻 甚至能翻一个多抓 但是这个佣兵没处理掉 我觉得这把应该是一个 穷人者平局起 或者我觉得 从现在这边看 应该是穷人者三跑起了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这里也传过去 祭司那边 对吧 待会接个大洞就可以了 一定要把这祭司处理掉才行的 像行风掌一开 那边的门应该是已经开掉了吧 开掉了 走了 三跑了 还是有一点点可惜的 那边处理掉这个佣兵的话 这局真能翻 处理掉佣兵挂飞以后 怎么立平局起步 然后东旋这边 以他的操作的话 我觉得再留一个人没有问题 再留两个都有可能 好 啊